大家好,我是N優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海奥华预言 上一周我们说到祭司他为了自己的私欲 要求要以国人来献祭 同时对民众磕以众税 结果这件事情被海奥华新人给阻止了 此时的地球基本上分成三大种族 一个是在缅甸一带的黄种人 另一个是在澳洲一带的黑种人 然后就是当初被祭司诱导分裂出去的非洲的黑种人 在这个事件不久之后 人们又恢复了和平 黄种人开始与黑种人交配 他们产生了新的人种 这种混血人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不过他说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长得像现在阿拉伯人那样子 而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随着气候的变化 才渐渐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拉伯人 正当人们开心过活的时候 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正朝着地球飞过来 小行星与地球的相撞是不可避免的 而他们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人在短时间之内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于是当时存在地球上的人类 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们让地球上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士 还有医护人员搭上太空船离开 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要逃走 而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太空飞船最多只能够在太空中自动飞行12周的时间 他们当时的计划是让这些专业人士先离开地球表面一段时间 避开小行星直接的冲击 等到灾难过后他们再降落回地球 来帮助生还者重建家园 他们总共准备了178艘的飞船 把专业人员送上天去 结果最终只有一艘安全回来降落在格陵兰岛 其他的都在过程当中损失掉了 不过这一艘在格陵兰的太空船 他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降落的 所以其实他也受损 没有办法再一次起飞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地震 所以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员跟唯一的一艘太空船也都没有了 小行星的撞击造成了地球的倾斜 地球上的人类还有动物几乎都灭绝了 那这一段时间有过的文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神话传说 那也由于资源的匮乏 所以地球上首次出现了食人族 正当涛跟米歇在聊天的过程 他们就抵达了海奥华星球 海奥华星球是一个散发金色光芒的星球 他们的建筑物是蛋的形状 在那里米歇见识到了反重力装置 还有漂浮树 就这样子米歇在海奥华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隔天一早 涛带着米歇去见了七个重要的人物 在这本书中 米歇称他们为七圣贤 感觉就像是我们所说的长老一样 其中有一个领头的叫做涛拉 涛拉跟米歇有一长串的对话 对话的内容应该是这本书主要想要传达的观念 其中绝大部分 NEO觉得非常的认同 涛拉说 这个宇宙是由神灵所创造的 神灵之所以会创造宇宙 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 书中虽然没有说 但是NEO认为 这所谓的神灵 它并没有实体 所以它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精神体验 有一天 神灵想要有一些精神体验 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它创造了宇宙 并且创造了人 让我们人类来进行精神体验 最后这些体验 会像上传档案一样 上传到神灵这一边 而过程当中 有许多的体验 是神灵不需要的 所以宇宙的星球 总共分为九集 这就像是一个塞子一样 每一集的精神层次 提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会筛除不必要的部分 剩下的就会往更高级的星球投胎 像是玩游戏打怪链等一样 一层一层的往上 而地球是最低等的一级星球 一级星球呢 就像是幼稚园一样 主要是在学习社会价值 也因为如此 地球有的时候也被称作苦难星球 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很多时候都是在接受苦难 因为在一级星球 我们的精神层面需要更多的磨练 才能够成长 陶拉他继续说 大多数地球人的一生 都只是忙于追求物质层面的欲望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了羡慕、嫉妒、仇富 还有贤贫 很少有人在追求灵性的知识 而我们地球人 所谓的文明科技 其实正是在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 道德和灵性的灾难 我们不再追寻灵性知识 也无法提升到更高一级的星球 人的身体只是一个宅体 一旦死亡 肉体就没有用了 剩下的就只有星光体而已 而星光体才是永恒的 陶拉还告诉米切 颜色会带来震动 也就是说颜色会影响人类的行为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颜色 只要有特殊的仪器 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气场 就能够帮助我们选择到正确的颜色 而目前的俄罗斯 已经有器材可以拍摄出物体的气场了 不过陶拉说 俄罗斯的这个设备 跟海奥华星人解读气场的能力相比 还差得太远了 关于颜色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 2013年 有一个瑞士的心理学家 丹尼尔拉·史贝斯 他将某一间监狱的时间牢房 原本的水泥墙壁 改期为粉红色的 并且他将另外没有变动的时间牢房 作为实验的对照组 然后观察受刑人的行为 根据监狱工作人员 长达4年的观察报告显示 住在红色牢房当中的受刑人 会比住在一般牢房里的受刑人 更加的平静 而且不容易生气 在更早之前的1979年 美国科学家亚利三大肖斯 他在军队里面进行实验 他们把军营的紧闭室漆成粉红色的 没想到粉红色的紧闭室里面 冲突的几率大大的减少了 这一位萧斯 他还曾经找来153名的男性 只用测力剂来测量他们的力气 他让其中半数的受刑者 盯着深蓝色的硬质板 另一半则是盯着粉红色的硬质板 经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之后 他再一次用测力剂来精密测量 所有人的力气变化 发现到注视蓝色纸板的受刑者 力气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注视粉红色纸板的那一半 按压测力剂的力道 居然下降了许多 目前我们地球人的科学 虽然还是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颜色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从以上的实验 我们可以发现 颜色它是真的可以影响人类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主要讲了 宇宙是有分为九级的 而我们正处于苦难的一级星球 我们在这边练功 如果想要往上提升 就应该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知识 而不是物质上的 俗话说的好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 万贯家财你也带不走 唯一可以带走的就只有灵性 就如同佛家所说的 万般带不走唯有夜随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 同时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